一笔写出9 等等 让我说一说 1 2 3 4 5 6 7 8 8个0 9 8个0 这到底是多少啊 这是念9亿 啊 9亿 对 小南说得非常正确 如果谁一笔能够写出9亿 那老师呢就奖励他 放假半年 放假半年 我来来 我来先 我来先写 好 这上来怎么摸摸的呀 读我都不会读我写呢 怎么写怎么写 有了 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这后面不都是0吗 你跟别人说啊 人家会信吗 挑战师妹 来 我们班的学霸来 老师 看好你哦 知道了 老师 哇 小南真的写出来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小南不愧是学霸 看样子小南写出来了 哎 嘿嘿嘿 我看见他怎么写了 我也这样子写 那奖七一不都是手道琴来了吗 小南 你这写的什么呀 挑战师妹 老师 我这明明一笔写出来了呀 为什么要是错误的呢 因为你写的是害字 老师要求的写的是数字九一 看样子 我们班也没有人能挑战成功嘛 这半年假期 也算了 无人挑战成功 老师 我还没有挑战呢 你怎么就放弃了呢 我来 嘿 你行吗 人家学霸都不行 你说你个学着 老师 有时候呢 不能光看学习 行了行了 给你一次机会吧 如果你这次能够挑战成功 老师 就放你一年的价 老师 说话算数哦 当然算数了 给你 根本用不着 怎么了 你是不是挑战不成功在这里吹大牛呢 不对不对 老师 看我的 老师 可以提个小要求吗 什么要求啊 可不可以用大鲁笔在A4纸上写呀 是 当然可以了 写吧 好吧 这命名到底要干什么呀 这命名把握十足呀 看没有 对 我们看看后面的情况吧 灵灵 你这给我写的不都是一模一样吗 不 不一样呢 哪里不一样啊 你呢 根本就不像个零 你让老师看看我的 这也一样呀 对哦 嘿嘿嘿 你看 哦 哇 不错嘛 挺棒 放假 一年还是八年呀 刚才老师的 一年 赶紧走喽 嘿嘿嘿嘿 你们回来呀 这不符合道理呀 这怎么能写成的呢 拜拜 拜拜